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 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 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2021年过了一大半 你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 帮自己设定什么目标吗 是一年要读50本书 通过英检还是要完成全马马拉松的挑战呢 然而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 很值得我们来做个年终盘点 那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是一切在计划当中 还是你早就已经忘了 年初的目标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其实关于这种我们对于目标 会有力不从心半途而废的状况 美国的策略学习高手史蒂芬盖斯 他就提出了他的见解 他说啊 这都是单一目标所惹的祸 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目标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当我们在设立目标 或者是思考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先被误导了 怎么说呢 原因有两个哦 第一个叫做达成谬误 达成谬误是一种心理的 全有全无的倾向 当我们在看待目标的时候 我们心中紧紧锁定的 就是在他完全达成的那一刻 只要没有达到那一刻 我们其实在心理上 很容易就觉得 自己完全没有达到目标 然而你可能听出来了 这的完全是不是很绝对啊 但也因为这样子绝对性的思维 所以呢 我们很容易在短时间之内 还看不到我们达成结果的可能 或者是距离达成的结果很遥远 所以呢 就会产生自我怀疑的心情 让你哦 越做越没力 于是呢 很快就会放弃了 而第二个原因就是 缺乏长期主义的思维 这里是指哦 我们一刚开始设定目标的时候 因为看起来很大 很激励人心 所以会迫不及待地想要上路 然而也因为目标 往往太大太远 如果缺乏长期主义的思维 就会让人陷入一种 虽然有开始 但是在实际坚持下去的 具体方法上是缺乏的 于是呢 在心理跟实质上就会造成一种 遇到目标就想要赶紧做 但是往往缺乏着 让自己能够做下去的方法 这样子长期以来 也让人觉得很沮丧 因为呢 你开展了很多计划 但是却没有一个计划 能够走得够远 一直到它具体的被完成 那听完了这两个原因之后 你可能心中会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难道我们就不要设定目标了吗 其实哦 没有那么绝对的 根据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告诉我们 想要让人能够达成目标 那么我们就要在乎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可达成率 第二件事情叫做行为动力 而且这两者之间要能够形成正比 越是简单的事情 就越能够激起你的行动力 如果呼应到我们经常说的 那就是把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 透过一个一个小目标的达成 逐步的 有计划的 甚至于快速的完成 你想完成的事情 大个比方哦 如果你想要通过音简 你规定自己每天要背30个英文单字 而做不到一个月 就让你觉得负担太大 想要放弃 这个时候 不如把你的目标拆得小一点 碎一点 你每天呢 只要背一个单字 减轻你的负担 反而会帮助你持续365天 最后把学习英文 变成是你的新习惯 再比如说 你想要跑全马 为了练体力耐力 你每天帮自己 开个十几二十公里的菜单 你想要刻意地操练自己 可是事实上呢 这样的菜单 会卡死你其他的行程 而且你的工作跟生活 都会因此节奏大乱 你可能练了一天 你就知道 这万万不可行 于是呢 就把这个计划摆在一旁 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还不如先尝试一些 简单的作为开始 你每天结束工作之后 最后一个行程 你就用跑步的方式 跑回家 先养成自己跑步的习惯 一直等到假日 再做一些长程的操练 这样子你反而能够 练得长久 练得下去 所以回到你身上 你现在有自己 想达成的目标吗 如果你正在达成的路上 那非常恭喜你 可是如果你还没做到 甚至于连开始都没有 或者是半途而废 那其实也没关系 你只要不断地修正 自己每天的目标 一直到自己做起来 跟吃饭一样简单 而也因为简单 你就容易 每天每天的都去执行它 一旦这成了你每天的习惯 其实你就帮自己建立起 达成目标的具体方法了 其实在我们面对生活里 大小事物 生命里的大小目标 我们都需要透过 有效的方法去执行它 否则啊 这个世界最不缺的 就是许多的诱惑 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 被分心 被拖延的状态 然而我们在主观意识上 会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可是在行为上 又好像无能为力 似乎自己就像傀儡一样 被操纵着 其实你可以反过来 你可以主动的去设计 去掌控你的生命 关键就在于 你要知道一些必要的方法 除了思维跟信念的调整之外 其实你还是需要一些 具体的做法跟技巧 而这一切呢 除了今天谈到的 把你的目标 拆解成小目标之外 在嘉玲老师的线上课程 成为你想要的改变里面 你会有更丰富完整的前进 在成为你想要的改变里面 嘉玲老师会为你拆解 我们的注意力 为什么老是被手机游戏抢走的原因 而且还运用这些 让人上瘾的逻辑 教我们反过来 设计自己的行动演算法 让你在任何目标的起步阶段 先走出自信爆棚的第一步 而到了执行目标的 中期阶段的时候 你能够学到搞定自己的专注力 而到了目标执行的最后阶段 当你想受到满足感的同时 让你沉着地完成任何 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另外呢 在这里要跟你分享一件 非常重要的讯息 那就是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在7月29号的晚上12点之前 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之前 有季节限定的优惠 你只需要1699就可以加入这一门课的学习 而除此之外呢 在我们坚持有意义的事情过程当中 难免会承受一些压力 如果你有压力这方面的议题 你想要学习怎么样化压力 成为你的助力的话 那么嘉玲老师的另外一门课程 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 在这个时候 也是在7月29号 今天晚上12点之前 也有季节限定的优惠 现在你只需要1499就可以加入这一门课 这一门课会帮助你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里 正确地看待压力 陪伴你把压力变成是自己的动力 而且除此之外 如果这两门课你都还没加入的话 趁这个时候 7月29号今天晚上12点之前 两门课一起合购 有3120的优惠价 当然了 无论你会不会加入我们的课程 我们会一直在这里陪伴你成长 希望我们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并且留言分享 在YouTube收看的朋友 记得打开小铃铛 而如果你是透过Podcast的收听 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并且把它分享出去 我们都需要你用行动来支持我们 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每一段影片的说明里 都有相关的连结 尤其是在7月29号晚上12点之前 季节限定优惠 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跟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 我们都很期盼 你能够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希望我能够在线上 跟你一起学习 一起前进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